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懂作战 只说电影的唐司令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经典的科幻电影叫做《外星人保罗》 《外星人保罗》呢 这个电影主要讲述了科幻迷胖哥俺的兽地 乔与外星人保罗 并一路护送他重返家园的故事 那么片场开始呢 仍然是大家所熟悉的荒郊野岭 空旷草坪式的标配 那么很显然 这样的环境下呢 是最容易发生神秘事件的 这个屋内呢 有一只狗啊 这个狗叫保罗啊 躁动不已 多门而出 紧随其后的这个小主人是亲眼看见他这个狗啊 死在一道红光之下 让我们时间回到现在 胖哥俺的兽地呢 是来自府国的一对好基友 一路呢 是被人当作是同性情侣 但其实呢 两人人家只是一个纯纯的友谊 是吧 我说出来我都不信 胖哥呢 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幻小说家 而这个兽地呢 则是他的专属的插画师 对 插画师啊 而两人呢 千里迢迢的奔赴美国参加动漫展 顺道呢 来拜访外星人爱好者圣地内华达州的五十一号 为了方便旅游呢 两人是租了一辆巴士房车 一路的吃城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两人竟然在马路边发现了一个外星人 呵呵 就是这么巧 他呢 就是我们的绝对的主角了 外星人保罗 而这个胖子呢 是相当的没有种啊 直接被吓昏了 不是吓尿了啊 这个寿地呢 则是与外星人沟通后 答应烧上一声 我说大哥 你俩是怎么沟通的呀 原来六十年前 因飞船故障在地球坠落的保罗 被科研基地囚禁研究 而今终于逃了出来 他一心想回到母星 而科研人员对他是穷追不舍 不久后呢 胖哥是终于醒来了 他表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只是想见一下这个外星人 并不想与外星人亡命天涯 可是以至此 大家决定还是帮助这个保罗回家吧 对不对 事情呢 远也没有这么简单 追踪外星人呢 不仅有联邦探员 还有地方探警 幕后呢 还有一个终极的大boss 这一路上啊 胖哥俺的寿地是听 匹子保罗这个大哥是吹牛吐槽 觉得外星人和人类并没有什么喜好上的差异 保罗呢 喜欢抽烟喝酒 听流行音乐啊 唯独比人强的那么一丢丢 就是他有超强的治愈能力啊 这哥们儿 晚上呢 他们在一家汽车旅馆赞助 遇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善良妹子哟 这个善良妹子因承受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躲藏在厕所的保罗起了冲突 任无科人的保罗是直接出现在善良妹的面前 不出意外 这个善良妹被吓尿了 而不是吓晕了啊 为了不使秘密暴露呢 只好带上这个善良妹的上落 正好师徒四人斜了 这个随后呢 寻觅而来的这一群联邦探员呢 也是得知师父被绑架的事情 而不是 是善良妹被绑架的事情 并从善良妹的父亲口中得知 善良妹正是被外星人绑架的 画面又转到了另外一边 此时善良妹呢 也终于醒了过来 并继续与外星人保罗这个哥们继续争论啊 世界是神创造的吧 等等之类的话 总之呢 就是不相信科学 为了彻底重塑善良妹对世界的认知 外星人通过意念的传递 提升了善良妹对世界的认知 颠覆三观的善良妹呢 是接受不了愤怒的下车了 受敌呢 追上去毕竟欠走 你不能这样 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竟然让善良妹重新接受了认知 并且对受敌也产生了一丝好感 答应帮外星人回家 为了感谢善良妹呢 外星人用超能力治好了她的眼睛 显向还生的逃命大巴 是终于是向目的地了 他们买了外星飞船登陆 所需的这个发射信号 据回答到终点了 外星人竟然要求大巴车 在一处房子潜艇下 这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原来这是60年前 保罗坠落的那个郊外 房子里呢 住着当年 救下保罗的小女孩 如今呢 她已经是冒蝶老人了 老人见到外星人一刻啊 无比的激动 回忆起以前的争容岁月 这那这那的 还没到含血够呢 那拼命赶追猎杀外星人的探员 给破坏了啊 两队人马为了争夺外星人 发生激烈的枪战和搏斗 好在这里呢 有个猪队友 自己把自己的给团灭了 只有一个联邦探员幸存了下来 一星人呢继续坐着大巴车 赶往外星人的集合地点 此时终极大boss终于闪两灯场 但是胖哥受地的联合打击细下 最终还是败下这来 而之前呢 一直跟踪外星人的联邦探请 原来一直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边 暗中保护保罗这哥们 小甜甜呢承认之前啊 是误会他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 就在大家一片欢喜 准备庆祝之际啊 香槟都打开了 善良妹的爸爸出现了啊 并开枪 直接射中了受地的要害部位 眼看着这个受地就这样死去了 外星人再次利用的自己超强的治愈能力 让受地起死回生 最后的最后呢 保罗是放心不下啊 当年救他的小女孩 也就是现在的老奶奶 盛情邀请他去外星生活 就如片头一道亮光一样 保罗重回外星 一切回归平静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收看更多精彩客观电影 记得关注 唐次令说电影 次令说电影 说电影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下期再见